区域性步伐辅助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步伐的协调性和熟练程度 让我们在游戏中获得记忆的提高 前面我们有介绍一个一项步伐的辅助练习 基本上是在第一重心上面的移动 那么下面我们介绍一种专项的练习 也就是辅助的步伐 在很多地方称之为专项步伐 那么在这我们还是称之为辅助练习方法 它楼合了高重心跳以及启动步的练习 还有频率速度的练习 我们让运动员做一个演示 准备开始 这是跨步 它有向上的力量 主要是练的怀关节和协调性 身体重心始终保持在两腿之中 稳定在两腿的中间 好换 这是小的 这是小步的左右 左右两侧的移动 在银毛球运动中 这种相关的步伐比较多 换 这是小步的左右 前后方向的跳 也是怀关节和小腿的力量 以及上升的稳定性 它可以进行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移动 好 换 这种转宽的大胯部 不要求速度 只要求尽量把宽关节向两边转开 然后大腿胯改 它在接杀球里面 有相关的动作 好 换 这是慢的过度 快 这就是典型的启动步 身体重心始终保持在一个点上 怀关节带动膝关节 宽部再进行转 也可以进行反方向的转动 好 换 先慢的准备 快 同样的是刚才方向的反方向进行 这要求运动人有比较好的协调性 以及 怀关节的爆发力 好的 在练习的过程中 可以进行实弹的间隙 好 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动作 七 三脚 进行前后左右的四点跳跃 身体重心得到平衡 是典型的高重心的练习 有利于主动球跳跃的练习 好 再进行 换 这是模拟起跳 不带拍的起跳 好 换 快 这是快速的短宽 小位 好 练一下密步 七 这是为了提高频率 而设计的一种练习 可以带队的进行击展 提高速度 来 去 好 这种结合专项 进行的练习手段 应该说还有许多 那么 大家在场势中 可以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 只要以毛球的练习 步伐练习中 有相似的都可以在组合的这种辅助手段上进行模拟练习 它只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 熟练步伐 提高 相关关节环节的 活动能力 以及 灵活 协调性 还有 频率的提高 好的 这些辅助手段的练习 我们就说到这